大型机具赶工开挖要在最短时间内 把边坡落实清除完毕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国道1号南下10.1公里处 1号中午发生崩塌意外 上班族纷纷提早出门 提早半个小时 要走国一后来直接用走国山 塞车梦言驾驶最有感高工局提出解决方案 建议往基隆八堵走国山的民众 改从基金交流到或是台62线快速道路 接马东系统 其他地区车流可以从新台五路交流道 上国道三号往南 国一南下往系直方向 可以提早下五堵交流道 出过每小时会有1800车次受到影响 很多人还是走国一 没有改道 所以国一现在塞的比较严重 塞在这里面 现在目前平均速度大概10到20公里 除了建议用路人更改路线外 也呼吁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不过其中国道客运1088暖暖到松山高中 1550基隆到台北 9026安乐区到南港展运站 以及1880基隆到罗东 四个路线都有受到影响 高工局最新抢收进度也曝光 打射H型钢桩来稳固这个边坡的一个下盘 那H型钢桩打射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全力来抢通这个路面的土石 那预计是周五下班前会来全力抢通 开放通车 除了当土墙必须重新铺设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意外 边坡监测设备也是预防工作重要一环 在土石楼边坡地区 多装饰自动监测系统 希望能够预警机制能够更快速 自动的滥干道的边坡 我们更应该多装饰自动监测系统 幸好这一回土石滑洞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通勤族在这段交通黑暗期 得提前出门 以免塞在车阵中 近期新闻的现关有麦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